这个叫VPN VPN VPN叫做虚拟的那个Port 至于说什么都不用管了 因为那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在家里 我在家里使用学校的那个系统的话 系统的话 所以说要用这个VPN 要确认身份 因为毕竟这个资料库 应该一学期我想至少一年了 至少至少30万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找这个资料库 叫做Web of Science 是路透社 路透社他这家公司的名称叫做母公司 是路透社 这个系统我们要找出他的问题 问题之所在 然后我们要报告给他的公司 当然也是要发表 那个刚刚做的 我们做了两次 做了两次检索 所以你也可以按就是按到这边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检索历史 这检索历史 我们做了两次 第一次的话呢 就是你们自己看到的就是Scientometry 这出版品标题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边猜一块 那第二次检索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那个 好 然后再加上一个主题 叫做Accounting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 就是说 就知道了 知道了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继续做检索 比如说这个呢 我们可以干嘛 给他就是复制 复制 然后复制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干嘛 新的检索 新的检索 或者说用这个进阶检索也可以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以干嘛 叫做限缩 我们看一下叫编辑 对不对 叫编辑 编辑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做编辑 编辑 这边的检索是这样 那个 我们呢 也可以 再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就是储存并更新 我们再增加一个 然后增加一个叫做And 就是And 就是为什么不能打字 新增加一个 还是难道是要那个And And 就是说我们刚刚是讲这个 叫做主题 主题 主题在哪里 还算了 很讨厌 我把它那个弄掉好了 取消掉 好 舍弃 好舍弃 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到这边来 就是编辑 编辑 编辑 然后这边刚是Accounting 那我们现在这一次呢 就来Bank Bank 我们就是从A开始Bank 刚刚的结果 最后我们就是要检视那15笔 至少我已经跟你讲前面已经出现了3笔有问题 然后是错误归类 因为它不属于会计 可是它变 确实把它当作说 那篇文章跟会计有关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继续 叫做储存并更新 我们看一下Bank 对 储存 储存并更新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结果 这边的话你就会出现了这个 这一个这一个 结果是0 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跟Bank有关的是0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做了A B C C 接下来我们再做这个C C是0笔 我们等下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那个跟Bank有关的是0 好那我们就继续做下来 就是说台湾人发表在这个期刊的文章 跟Bank有关 主题跟Bank有关的是0 Bank有关的是0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CAPITAL CAPITAL CAPITAL是什么 资本 他们就一样储存并更新 对 储存并更新 那我们现在再按一下 它就是干嘛 总共有7笔 所以那个跟CAPITAL有关的就有7笔 我们就是一样把它记录下来 那个Bank是0 刚刚是Bank是0 那CAPITAL呢 一样就是7笔 7笔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7笔 7笔 7笔在哪里 有7个结果 7个结果 那7个结果呢 那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把这7个结果 有没有全部都存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汇出要不要汇出 汇出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7笔资料 7笔资料 那个我们直接就在画面上有看一下 然后这篇就是说第一个 那个第一笔第一篇有没有 现在这个呢 的确有关 的确有关 因为那个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笔呢 是不是也有关 那我们这个有关的确实有关的 我们就不讨论了 我们把它有问题的抓出来 像这一个叫做 就是这笔呢 也是确实是跟capital有关 capital有关 capital就跟资本有关 这下一笔 第三笔呢 是不是跟capital有关 那个 大脑我现在就是说 本来就是要你们做做这些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那个capital capital 刚跑在哪边 就capital capital 算了我直接跳跳到最后一笔 那个 跳到最后一笔 有没有看到这个第7笔 第7笔跟capital有关 and the linkage ofcapital manpower capital manpower有关 那个这个是关于人力 人力的那个资本 这笔也是有关 然后那我们现在像这个有关的 我们就不讨论了 因为我们我们的问题是要抓出他 那个他分类分类的问题 就是那个relationship 然后network capital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想先把它关掉一下 那个也是有关的 反正这个也是有关的 那capital 就是关于你就自己想象得到了 资本要像这个叫做知识资本 知识资本的累积 这个呢也是确实是有关 我看一下这边怎么没有显示这个 这基本其实都有关 像这个是社会资本等等的 等等 那我现在那个直接跟你讲 一个另外一个呢 那我们现在再一样回到这个检索目录 你功能表把它叫出来 你可以干嘛直接按这个检索历史也可以 那我们刚刚一样 我们直接在这边就是做编辑 反正我会给你们提示 你们几个 几个那个词汇 词汇有关 那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就好了 就不继续讲了 那我们现在跟管理 管理 管理 管理叫做manage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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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一样 储存并更新 刚刚那个capital 有 是有总共有7笔 然后那个 好 跟管理有关的 总共有28笔 就是很多 28笔 management 是28笔 那个 等一下要汇出 等一下要汇出 这个 这个当然我是知道有关了 那个像这个到底有没有关 那这个28笔 我们先汇出好了 先汇出 汇出 汇出到这个excel 然后呢 我们要的是所有完整的记录 然后呢 就按汇出 汇出 然后我们会列一个列表 那个 这个是几笔 刚刚说几笔 28笔 把它记录下来 好了 28笔 28笔 这个我们就不要写 那个 写中文了 要写英文 因为管理的字 management 好几个单字 好几个中文 有 有那个administration 也是管理 像这个呢 是不是确实跟管理有关 当然 那个是 area management covered in the study management 就是有 就是叫做资讯管理系统 资讯管理系统 这个一样下载 然后我们到时候就是说要把这个 挑出这个 有关的 当然这个也是有关的 然后这个叫管理学者 然后 那我们看第三篇 这个有没有关 这个也是有关 就是管理的计划 然后呢 这一个呢 有没有关 有没有关 也是有关 好了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那这也是有关 所以这个已经看到第六笔了 也是有关 就是叫做那个图书服务与管理 也算是有关 也算是有关 现在我们看一下到第七个 这个叫做知识管理也是有关 然后那个接下来是看第八笔 叫做管理管理资讯也是有关 好 那个这边叫做什么东西 研发管理 RMD就是研究发展 RMD也是有关 那个这个呢 因为我这边 当你真的在检视的时候 一样是应该要写程式去检视了 可是我现在 因为是为了要说明 说明 所以这个 才用这种目视的方法 这CRM叫做顾客关系管理 也是有关 也是有关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叫做供应链管理 也是有关 那我们现在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反正你看一下management 都是有关有关 所以这边呢 就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再到现在为止就是 知道说 当然这个是商业管理也是有关 把他看完好了 就是这一个呢 就是资讯管理也是有关 这个呢 第17个 来看一下 可能是这边有问题 第17题 第17题 就是叫做 就是 那个资讯竞争 RMD 的那个 等等等等 这有没有关 可能 可是呢 我看一下 可是他上面没有看到管理这个字 所以我们就知道等一下什么东西 可能会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可能有问题的 那可是我们等一下再看 记住就是17 这个呢 我看一下 这个是有关的 的确是 这个呢 19 19 也是有关 然后 然后那个 显示更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有关 哎 我怎么看完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 当然我同学到个到时候做的时候就是要把它一笔一笔 然后呢用搜寻的方法 这个当然是什么东西 环境管理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28笔 第28笔有关 那第27笔呢 反正我们要把这个哈 那个没关的哈 就是抓出来 抓出来哈 就这个就是怪怪的哈 Can the technology impact 这个应该也算是有关哈 有关哈 像这一个我们这个我们跳到27 把它按下去看哈 看一下哈 这个 啊 有啦 因为他那个什么东西 keyword plus 就是说他那个增加的那个叫做keyword 叫做那个keyword 叫做关键词 有一个管理哈 叫做管理期刊 有哈 这个什么 明治啊 明治大学 反正这个就台湾 台湾 好了 那到时候详细状况哈 我们要把它挑出来怎么挑哈 我再跟同学讲哈 他这个 刚刚我已经把它汇出了嘛 那我现在就是在这边先做一个那个结论哈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跟这个主题哈 主题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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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他叫做topic哈 因为我们用的是英文的东西哈 topics topic 那我们现在已经弄的就是说有会计的哈 那这个 刚刚这边是写出写出来的哈 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哈 B-A-M-K哈 B-A-M-K哈 然后呢后来用capital哈 c-a-b-i-t-a-l哈 那刚我们就是management NAGE-MENT-28B 详细状况详细情形要怎么做 我们要当面讲 可是呢 至少这边就让你们先看一下 刚刚Capital有总共有7个 那个BANK BANK是0 刚刚没有找到任何一个 至于说这个会计会计就这边已经 你上面已经看到了 就15 好了这个单元我们就是舒服这样 那我们最后呢 在离开之前我们再做一个好的 那个回到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那你要做的话 就是说直接就是干嘛 把功能表叫出来 就是去检索历史 把已经检索的有没有 就拿来改 改这样子就可以了 像刚刚那个哪边 好检索有没有 怎么会这样 这个就不用了 算了我们不管了 那这边就是说那个再来再切入 刚刚是这一个是 我们用的是用这一个字嘛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财务 财务 FINANCE 就是说你的topic是 那个财务 或者就这样子好了 就topic是finance FINANCE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 看这个结果 FINANCE FINANCE 总共有 多少笔 的结果 FINANCE 显示在哪里呢 在这边只有三笔 三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拿进来看一下 跟FINANCE有关的 然后那第一个应该这个跟FINANCE有关的应该没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有这个 这个以撤销 可是不管怎样 那我们有搜寻就搜寻到 那个以撤销 撤除的意思就是被后来被发现说你这个研究后有问题 有问题 是5B 是5B 我们要按一下 所以就FINANCE就是总共有三篇 因为这三篇就是特别有兴趣 就是这一篇是就是被撤销 以撤销 以撤销意思就是被撤销学位 被撤销 著作被撤销了 被出作被撤销 哎呦 台湾 德明 德明科大 这个是行销系老师 行销系老师他写了一篇财务的论文 当被检取了 检取人就是我不好意思 本来德明科大有一篇文章发表在这个期刊内 是因为我的贡献被撤销 好啦 这个是题外挂的 那个再说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 这个topic 我们就是这个finance的部分后有三篇后有三篇后 好了 那个我们把它回回过回过头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贡献 嘿嘿嘿嘿 是我的贡献 那个 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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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看到这个好高兴 汇出汇出汇出 汇出汇出 汇出成Excel 然后呢我们一样就是要做完整的记录 然后就按汇出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就是一样把它储存起来 我们存法一律是这样子存 就刚刚是存到28笔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总共呢 就是二补六里面有三笔 是三篇